天气这么冷最想泡温泉了 现在呢东北角也发现了有温泉 为了配合行政院开发东北角 东北角即宜兰海岸 国家风景管理处呢 在四处旅馆预定地来探勘 确认了隆洞湾峡 还有河美旧舍跟马刚这四个地方 都可以挖掘温泉 在未来将作为是旅馆VOT案的诱因 那么东北角温泉开发案之后呢 跟南边的宜兰郊西温泉 北边的金山万里地区的温泉相连 哇 变成了一个北台湾最大的温泉区块了 好 倒是今天的温度早上好低哦 蛮冷的 那么今天的天气变化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立冈